大家好,今天是2月16日,星期五 今天的事還升,一如如期 正常會升,那些人怕死,禮拜一回來一天 我知道那些惡意顧空那些人 那你國內沒事,你還不在這裏要補貨? 所以賣的那些都盡量是一些 所謂有A股等等 那就講講,今天保險是升了2% 為什麼要升那麼多呢?其實升了2%是很多的 升了2%的時候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保險公司投資很多東西是國內的 一些所謂的房地產等等,銀行等等 那如果房地產OK了一點的話,他們的債務 那些債的價格就會上升 也會有一點點的,以前一定已經 當然是虧了,虧了就下跌了下來 虧了就下跌了下來,算了數 那你再跟著,譬如他100元跌下去 本身是100元的,跌下去是10元的 那現在,他由100元至10元那裡已經 所以為什麼最銀行? 這去年的話,所謂保險公司股價便下跌了下來 那他就要撇漲了,撇漲之後是10元 他回到去,這個是15元,都還沒回到以前100元的 但是15元,不過他那裡的債務 那裡呢,可能就撇漲了50%了 所以呢,負險公司就是這樣,好了 那無論如何都好,我們去看看 本身是第3個,今天是第1個 其實之前這幾天,本公司都一直排在較高的 是升別榜裡面的 本公司這樣呢,有雲理金融,有縱安在線 等等等等,中國債保險的補益等等等等 那麼,一直都是升了 例如雲理金融升了8% 那他就要加派息等等等等 接下來呢,就要加困難小汲看 中安在線已經好了 然後再跟著呢 有治療保健、你說同 Lunch funnel ANE continues,除了會做這些 最大的,一些啊,這些更少的 BCм 若明生物、若明合聯,雖然它是升了 不過它是在很低位度回彈的職位 除了聯邦制約,品證都會推介 好了,接著就會有電器和電子室 這些都是很小的 這間其實要留意的 在歐洲的貨品賣得不錯 接著有紙和林業產品 很小的東西,對整體影響不太大 汽車方面,基本上好像開車 最重要是有50汽車 很多人都在說50汽車是什麼樣的 那它會做一些很屎豆的車 那屎豆的車在外面賣得很好 那這些東西就影響到 所以這裏呢 雖然它是幾毫子的價格 不過呢,有得想一下 這些 當然了,這裏是短炒,不要想著長摘 那,再其次呢,就要看看 啊,還沒得住 看回這個 那,這裏呢,一直都說 會有這樣的 是站在保利加通道 這個的 中族上面呢 就會繼續向後 好了,確認如此 我們看看它 在這個位置的時 就站在162 162 這個位置 是很重要的 最好是可以站在165之上 站在165之上 因為如果站在165之上呢 就是將很多這些阻力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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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突破了 那麼多的突破了阻力之後呢 就 小小的 你都會升上去 下 這個位的了 17幾180 其實 我們細心看看 這個是 港股 是已經是 一底 高於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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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等的 就是它這裏 要衝破了 這裏 這個頂 其實最重要是衝破這個頂 因為如果它衝破這個頂 的時候呢 我們找得到 這裏這個頂位 這裏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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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這裏這個高位呢 就是16455 所以它應該要起這裏呢 要上升穿 去到這個 是165 因為這個是 16455 其實最好就是應該去到這個 165 166 167 這裏附近 或者是這裏附近 這些水平 就是這裏附近 這裏附近 這個水平的時期中呢 最低位是165 再跟著這裏 我們看看這裏附近 這裏附近 165 所以這裏附近 這裏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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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裏附近 這裏附近 這個位的高點 高點是168 如果能夠上到168 等等一樣東西的話 天就比較光一點點了 那我是覺得 下個星期是有機會挑戰上去的 很多人不信爲爺會救市 爺爺一定會救市的 很多人又說 兩萬億 錢都沒見你來 其實打惡意沽空者是不需要用錢的 我禮拜一會有篇文章說一下 怎樣不花錢 而可以使得整個A股和港股都升 好 接下來就要看看 這個什麼 挺好的 一片紅 也不用多說了 跌的當然是以前看淡的 什麼叫做遠離港股 不需要買港股 看看吧 好嗎 還要珍惜生命 不要買港股 看看吧 好 我們再次看看 今天有什麼可以看 六星國際 這次是 都去看 你會不會看 你會不會看 你會不會看